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行下面就是我们的APP4,这是最基本的 那么APP4里边我们说有ARP,DHCP,SNP,RIP,OSPF,BGP 那么UDP,TCP,DNS,FTP,POP,SMTP和HTP 这协议必须要摆这清楚 我这写的是 在那协议的大纲里边的 学习层次 那么实际上来讲 我说RAP是基于什么呀 UDP我们考过了 刚刚考过对吧 YTF是基于IP BGP是基于TCP 那么他们的下层都不一样 那么从协议结构来讲的话 RAP和BGP是硬层协议 还有DGCP 它也是硬层协议 那么硬层协议 你要区分它下层是采用UDP还是TTP 这个我们考察过N次了 那么两个特殊情况 ARP是直接放到链路上进行使用 SMP是直接要加在IP 加在IP之后 然后再到链路上进行使用 那么想考的点就这些 就这一个特殊的 大家记住就完了 另外地址 这个地址有很多 有物理地址 IP地址 端口地址 对吧 这我们都成为地址 要区分 不同地址 它的内涵和蜿蜒 那么对托普结构来讲的话 我们在前半半给大家提到过 托普结构的分析和看 要抓路由器 路由器是个核心 看路由器 首先看直连网络 看完直连网络 看是吧 那就非直连 非直连就间接网络 对吧 直连网络和间接网络 那么间接网络之外的 可能就没有了 除了直连就间接网络 还有我们的主机路由 那么托普器里边说 根据每一个结构 直接网络 那就知道什么 直网 直网里边才能放交换机 和这个极限器 中继器 网桥 都可以随便放 然后呢 在直网里边 我们说在目前来讲 路由器 这个直网里边 它就是一个网络 不能有两个或者三个 对吧 那么如果有两个三个呢 你必须什么 要把它在物理上 隔断 再加一个 一个非直连的路由器 像这些问题 服务来讲的话 我们说有连接服务 有不连接服务 连接可靠 不连接不可靠 对吧 砖口 我们说UDP砖口 体力砖口 都是独立的 那么每个砖口来讲的话 它的特点是不一样 那么有一个核心的事情 要记住 要合理 我们长期的一些端口 2021 65 80 110 25 那么我们长期的这些端口号 全部都属于什么 服务器的 服务器的 这个一定要注意 都属于服务器的 这我们17年的408呢 也考过这样的题目 有些同学还纳闷 对呀 这FTB的数据连接 不都是20吗 但是它是什么 它说连接到客户端的20 那可能吗 砖口号 砖口号 全部标准服务的 标准服务的话 那么这些砖口号都在于什么 都在这个服务的这样一个器上 服务器上 这是我们网络的 从大的轮廓方面 就几个概念 那么说原理方法 那么我们在这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个要考的 我们也刚刚做过题目了 就是三种交换的计算 电路交换 分组交换 对不对 主要就是 暴温交换 主要就是 分组交换的流水线 要搞清楚就可以了 另外 滑动窗口 我们看 在自动命题里边 这个出境率非常非常高 那么 在自动命题里边 集中是在链路层 我们说408里边 TCP考的非常多 所以说你要结合在 电路层的 固定窗口 和TCP里边的 可变者 两者同时把 滑动窗口的机制 和运营关系呢 要搞清楚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我们的 CSMA-CD 这个协议 这个协议主要考什么呢 就是考 开始发 对不对 什么时候碰了 碰了之后发了多少数据 然后呢 最短有效珍藏 对吧 还有就是 这个二级的特别算法 这一题 马上导致要有印象 网桥和交换机来讲的话 它主要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那个转发表 怎么建 怎么用 对吧 我们后面会有题目 大家提一下 因为这个呢 非常重要 可以原点 就是完全可以 作为大体来进行设计 那么这种协议就不再说了 对吧 我们说RIP呢 必须要把它学会了 OSPM呢 了解就可以 紫网划分和CRDR 就重中之重 对吧 紫网划分 划分一种是什么 是固定划分 就是说比特位 网络位 就是三位 这叫固定划分 固定划分的话 能划二三次方 等于八个什么 紫网 那有个同学说 老师全零的不是不能用吗 我们说这是老话了 对吧 就在分组的情况下 全零的不可用 在塞亚基亚 包括在现在命题里边 全零的 没有问题 另外又是可变的 什么叫可变呢 就是说 零零 出来了 零一 一零 一一 但是我把一一这个字网 拿出去怎么样 我又划分了 划分了什么 一一零零 一一零零一 一一零零 一一一一 对不对 我可以把这一一一 再拿去再划分 这叫什么 可变的 主机会的 可变子网位的划分 这个有点 类似什么呀 类似于咱们的 组统原理 就是那个 指令的扩展 有点像是指令扩展 这个一定要注意 就是子网划分 CRDR在讲的话 就是彻似聚集 一种是怎么把它聚集 对不对 要把它地址写出来 去找什么 相同权缀 要找最长的 因为最长的找 你前面不说 你当然选都没问题 你写上 老是给你判错 不应该 但是他要给你判错 你也没办法 因为什么 最长前缀是最优的 那么有了CRDR 那就有相的什么呀 最长前缀匹配嘛 这都是成套的 这都有考过了 另外我们说 还有个原理 就是路由器的工作原理 我们刚刚和拓补结构 跟大家讲过了 把路由器这么一划 你马上就知道 这个路由器怎么样 它是实现一个网络的发展 就有了路由器 抓住路由器 就抓住了它有几个网络 这是非常核心的 因为在交换机 这种设备来讲的话 它连接了 所有的主题 毕竟是处在 同一个网络里边 你说不同网络行吗 可以 那么你可以说 这俩处于一个网络 这俩处于一个网络 但是谁和这个路由器 这个接口的地址 处在同一个网络 谁才能怎么样 上网 也就是说 我们考虑做出 能够访问外网 能够和外网访问 因为如果它和它不一样的话 这IP层在逻辑层网络层 它就不能够什么样 不能够找到这台主机 也就是说 它进行发送的时候怎么样 它有一个默认网关 那默认网关你就找不到了 对不对 因为默认网关是这样一个 你要配置给这个IP层的话 那么你的网络 和谘认网关 它不处在同一个网段 你配置是不成功的 那么说 除了这几个原理和方法 最为核心的 可能难的就是TCB 连接可靠 流控和庸塞 这个是我们 整个网络里边最难的 但也不难 还是老化 16年的第47题 不是第47题 16年的应该是第41题 好好看一下 自大应用 除了FTP 其他三个应用 和我们息息相关 特别是邮件 不是特别的 这三个咱们每天 只要你拿开手机 都离开不了 老师我可能邮件用的少 那么是你邮件应用的 可能少会少一点 但是DNS HTP 你离不开 你的微信 流点了很多网页 都是GVTP的 只要你能够上网了 你可能用DNS 查询什么样 查询服务器的FD值了 所以这是我们的原理和方法 另外我们看 应该敏感的一些数字 也说我们应该什么呀 掌握的一些数字 我们从小到大呢 给大家列举出来了 首先这个8是UDP暴度的长度 它非常少 对吧 它是有名TCP的 TCP的是20个 要少了一半还是多 所以说UDP呢 可以用于高效的 音频业视频的数据传输中 但是它不可靠 无连接容易丢 另外还有16 16这个字眼呢 一个是在CSMACD的 这样二级的推移算法里边 我一个数据针 重创了16次不成功的话 直接就扔了 不管了 Web呢 就是不可答 为什么是16呢 其实在我们实践的时候 比较容易 就是1111 对吧 我们再加一位不就16了吗 就一般到1111的时候 我们就停止 那么以太网的针头是18 一定要记住 这个18还要和什么联系起来呢 还要和我们这个 这个以太网的最难以下征场 这个64 那么为什么要和它联系起来呢 因为以太网最难以下征场呢 是64 所以说 它的以太网针的针头又是18 另外呢 因此我们说以太网的最小的载荷 就是46 就是这俩 加起来 18加46呢 应该等64 这个呢 我们在上课就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说的 有点糊涂 那不应该 回去再看一看 2021呢 就是我们的数字端口号 FTP的 对吧 我们就不打算说了 这个我们在 在我们的这个17年 和我们09年 分别都考察了 那么20是IP和TCP的暴露长度 这个长度物品比又必要记住 对吧 应该是五个大币 不是五个大币 应该是八 五八 四十 四个大币 四八 五个大币 对吧 五八 这应该不是 应该说是 二十 除上四 每四个唯一组 应该是五组 对吧 五组 那么我们说是 二十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暴露的长度 暴露的长度 另外就是三十 是我们 瑞浦定期的这样一个刷新 三十二呢 是我地址的一个长度 地址的长度呢 正好是什么 它是什么 四大币 四个大币 这个正确 对吧 应该是四个大币 四五二十 对吧 应该是 每四个大币为一组 那么正好是什么 是二十个大币 就是我们排的时候 就是一排 两排 三排 四排 五排 每一行呢 我们说是 四个大币 总共是什么 四五 是二十个大币 对吧 这也没错 刚才有点脑子不转 那么IPv6的暴露长度 应该是四十个 以太网的 麦克珍的长度 是四十八个比特 四十八除以八 是六个什么 大币 这个要记住 六十个大币 这就是我们要熟记的 五十三 是我们定义S 对不对 那么二十五一二零 是三三TP 八十是HTP 这要记住 这个呢 刚刚我们看 有的题目就考过了 以太网的 最大载荷是1100 加上十八个 这十八个 又和什么 以太网真头 那么我们说 把那个 网络里边的数字 给大家拎出来 大家看到之后呢 应该明白 知道 和哪些知识点相关的 我命题里边 好多呢 都是根据这个知识点呢 来进展开考察的 所以说这一点呢 一定要注意 另外 牢记的公式 那么这俩就甭说了 我们看过很多题目了 死活都要背下来 另外 新道理论的计算 死活都要找明白了 这个我们说 常考的地方 就不行原理 常考的地方 在以后呢 还会再考 只不过形式 花样 数据呢 会变一变 最短有效 珍藏的公式 给大家说过 2022算吧 没给大家讲 大家回去再看一看 因为那个算法来讲的话 至今没有考过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小考的知识点 就是关于TCP的 RT RTO 这俩这个时间的计算的问题 也有公式 这个呢 应该说比较弱 又说不是重点 但是你说 这考吧 你也没什么疑问 所以建议大家呢 就说 也稍微的去看一看 我们教材啊 在我们讲话讲语一边 应该都有提到 另外就是苏略词 这往后的地方 最麻烦 对吧 这些苏略词 我们说 协议的 我们甭说了 刚才写了 关于这一些 就是非协议之外的一些 你像CSM家族 对吧 这个什么 这是我们的 收音服用 博音服用 马分服用 还有什么 这样一个收音服用 平民服用 对吧 那么这一行呢 就都是我们链路层的 RC MAC呢 是我们以太网的 PP1.0.0是区域网 对吧 RT2.0刚说了 对吧 一个是往往时间 一个是什么 重担时间 那么这个呢 是关于我们三不握手的 三不握手的 对吧 SYA 就是同步位 确定位和终止位 有ILTMSGIA 我说这个是我们 这个写程序 对吧 外部方面的 对吧 特别CGA 里面我们应该还 写上一个 因为是Cookie 对不对 我们考过一次 这个小知识点 有Cookie 那么还会考一些语言 比如说 你就用Parsel Parsel语言 Drawscript 这些东西会不会涉及到 这个呢 应该大家也有所了解 对吧 所以说这个词呢 希望大家要 好好地熟悉一下 我们在命题的时候呢 是直接出这个东西 目的呢 就是考察它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 这个真题的时候 就有一定 因为在考 对不对 有个题就考这个问题 那我们再看一下 应该掌握的方法 应该说实序法呢 应该提到很多次 就按时间来进行走 窗户法就刷窗口 其他呢 来讲的话 实力啊 模拟啊 排除啊 逆转啊 这都是我们做选择题 常用的方法 不仅是就是我的网络课程 数据结构啊 总的原理啊 操作系统啊 都有这种问题 都需要大家怎么样 用这些 比如排除一下呀 逆转一下 就是正着做 不清道着做呀 对不对 都要看这些灵 就灵活的方法来解决它 一是呢 就是提高正效率 第二呢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 我们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指点聚焦和解析 我们大概拿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呢 给大家把整人课呢 压缩一下 就是我们就学知识就这样子 对吧 开始是很厚 越来越薄 对吧 我们给大家讲课 开始我们说 可能要讲这个 要讲十个课时 最后我们讲 两个课时 那么网络这一块的充足点 就是体结构 体结构这一块 首先我们要明白的几个属语 这几个属语呢 就是我们的接口和服务 这两个属语 那么通过图来展示 接口和服务之间的关系 对吧 服务我们说是什么 是下层为上一层提供的 而且相邻层之间 他们提供服务 就要有提供服务的地方 就是接口 这接口就比如说 我们下层为商工提供的函数 那么接口就是什么 参处值 对不对 就是参处值 那么说 协议是我们对等实体之间 那么对等实体之间 是什么 是同一层和同层之间 比如说第N层和第N层之间 是通过什么 大家一看 是协议来进行沟通的 N加一层 A加一层的协议 这个不能颠倒了 对吧 那么层一层之间的协议之间 也是采用什么 采用接口来使用下一层的服务 这个过程概念要找到清楚 而且要和后半的 要结合起来 比如说应用层 应用层我们说 采用传输层的什么呀 端口号嘛 对不对 那么传输层 采用这个IP层的 网络层的什么呀 网络地址 像这种要灵活起来 参考模型 不用说了 倒背如流 自己去写一写 磨不出来 再回去背一背 必须要背下来 不用多说了 另外我们看几个题目 就是为网络层实体 提供服务 他说为网络层提供的 为网络层提供功能和服务的 那只能是我们的链路层 这个都应该是秒杀的 丝毫不能够考虑 联合玩看 提供的服务 你都不用看的 从体验直观上 你就能得出来这个答案 我们说物理层是干嘛的 透明的全入比特流 这个是直接秒杀的 我们说网络层的服务房点是什么 网络层服务呢 只提供到网络地址 所以这只能写 我们写IP地址行吗 因为这样没写 这个网络层到底是什么模型 对不对 我们说你要是TCP IPC站的话 就是IP地址 那么我们说是OSI模型里边 你只能写的是网络地址 这网络地址到底是啥 不知道了对吧 好 那么这个题呢就说 internet里边的封装 正确的是哪一个 正确哪一个 我们说第一个呢 错在什么地方 第二个错在什么地方 我们说正确呢 应该是D嘛 对不对 第一个这个错在什么 锦子上 一字之差 错了 我们说链路层还要进行什么呀 还要教验呢 对不对 你不能光增加东西就完了 第二个 我们说数据呢 我们说封装分组 网络层数据 并增加了网络层地址呢 和相关的这个控制信息 我们说网络层 是像高层的数据 那么这高层数据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你要指明的 你不能含糊的 第三个是 传输层封装成真 传输层是把我们的数据怎么样 封装成什么呀 封装成我们传输层的什么 传输层的数据 数据包 我们说数据包 那么到IP呢 是我们到分组 对吧 到分组 然后呢到链子层是真 这地方呢 属于 就错了 然后D的显像是应用层呢 是把应用层数据呢 直接交付给传输层 应用层下层就传输层嘛 他们俩直接是什么 是直接的服务关系 我们说这一章来讲的话 也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体系构 一个常误模型 我们在这一章 是不应该试分的 绝对不应该试分的 好 看物理层 物理层来讲的话 我们说考纲里边浓缩一下 把考纲里边不要的 就剩下我们的内容 也就是说充斥点 第一个就是两个定理 两个定理要灵活运用 我们说17年的408的题目 就考得比较活了 我们再看五大的题目 好像408还考得不够活 那么 奈布斯特来讲的话 没有 比如说的 这两一程是伯特 这是每一个伯特 所能携带的比特数 携带的离散的个数 乘出来是BPS 对吧 相同来讲的话 就1加SPN 对吧 然后呢 再注意一下分贝 会不会卷土重来呢 完全有可能 对吧 第二点 就是我们的三种交换的 这种比较 以及三种交换的计算 这种计算就是 实在你搞不清楚了 如果我在考场上突然懵了 这种情况完全立刻 就包括我给大家授课一样 有些简单的题目呢 反而做不出来了 对不对 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为什么呢 就是有些简单问题 可能就脑袋有点晕 有点就是犯定了 那么这时候你要稳住 干什么呀 这几个图是要大家记住的 也就是说你大北 你再把这个图画一画 你比如说分组的流水线方式 分组线线来讲 首先是发送 发送完考虑最后一个分组的时间 对不对 才到达这端 报文就不一样了 报文每一个报文又发送 又传播 然后呢 这地方是存储转发 对吧 存储转发 对吧 一般电路很少考到 对吧 很少考到 注意就这一块 有考华科的东西要注意 那么华科呢 老是喜欢考这一块东西 那么 这个题目我们也看过 对吧 看过训练路这个题目 你比如说核心点 就是中间这一块 就是连接的 建立的有没有 如果有连接的话 那就是虚拟服务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虚拟服务 对不对 这个是一点压力没有的 其他就是像中间节点 分组转发 需要节点故事 这些都是和连接 连接有没有有关系的 那么再次重新说 这个连接呢 是个虚连接 对不对 那么在这些分组转发的时候 再一看 虚拟路的转发的时候 它是什么样 它是爱同意路游 对不对 它是同样的顺序 对不对 同样的顺序 那么 应该没有了 要携带虚拟路号 对吧 分组来讲的话 必须是完整的例子 独立选择路游 然后呢 是乱续到达 那么看几个题目了 那么第一题就是数据交换 所以交换错误的是打一个 对不对 那么电路交换 这个恒定的带宽 我们说这没听问题 就像大家这个包车一样 从北京到上海 对不对 我们包了一个高铁 那包了高铁以后 这物理店都给你建通 这高铁 金库高铁只有我用 别人都不能用 对吧 这就是电路交换 那这话 你想弄多少不用多少 都是你的对吧 满载都是你的 包围交换呢 不需要建立连接 那这是正确的 这连接的话 只能是什么呀 只由我是电路交换 电路交换的性能和灵活性 是强于分组的 C为什么错了呢 就是说电路交换的性能 与目共睹 但是它什么 灵活性很差的 对不对 你把江湖下都包了 你真的有天天跑 时时刻在跑 对不对 那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分享出来吧 分享出来就是我们的 包围和分类交换 对吧 第一个选项 我们不太看了 对吧 也就是说这道题目就是电路 包围和分组的 对典型一类的什么 概念类的题目 那么第二个题目呢 我们说 二进制的什么数 这个什么是比特 这链路层呢 在这个数据传统速率 我们说是什么 BPS BPS 就是比特 其实每一个比特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正宣播 或者是进行某种的调制 对吧 那么第三题 就PM 这个题目呢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题目 那么说 对于 那个次第 相农 我们如果 进一步再考的话 也就是说 能折腾出来 就这种考法了 也就是说 那么 无造生 那个次第 对不对 非常扎眼 就这个东西 你看到之后呢 你就知道 要考什么了 对吧 每个相位有两种正乎 要达到这么多的数据 需要相位数多少 我们说 那就是192 KBPS 对不对 应该等于 2乘以32K 我们把这K都约掉了 然后再乘以 Log以2为E的N 对不对 我们说 这不就剩N了吗 对不对 那么这得出来什么 是64吗 对吧 64 64我们说 这是什么 192 这好像等于什么 3 对吧 3 我说N等于什么 原来是28 O了 A在选择 老师 你这回又写错了 怎么写了个D是4 我就说 这一题目就是 有点像408的风格 就是这小的地方呢 给你隐藏着一把锋利的小刀 对吧 这把小刀你没看出来 就被割伤了 因为他说有两种不同的政府 而且用个中文来进行写 你用中文 你用英语写上个second 或者to 我们也要把它揪出来 对不对 因为他又已经有两种政府了 对吧 那么没有政府的项位 你再退二就完了 答案是4 所以这种题目一定要注意 小心这种 小一点陷阱的 就是大风大了都经过了 就这点小的陷阱被陷住了 那么这个题呢 这个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表经典了 主要是S比A 这题我不带个压座了 应该是打案是C30 对吧 如果你不还会做的话 再看看我们408的原体也可以 虚电路 虚电路来讲 我刚才讲了 这个虚电路是什么呀 是有连接的 那么正确的是哪一个 第一个 不能保证每个分组 正确的到达 这是不对的 对吧 另外能保证每个分组正确到达 这些分组的次序呢 是保持一致 这个就没问题了 对吧 剩下两个说 但顺序可能不一致 这是不可能的 必须为每个分组解决 不对的 对吧 我们说虚电路一定要注意 就像我们这个 这个这个 建立就像我们之间通话一样 就是现在我们的通话 实际上都是虚电路了 这不可以往的 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都是 打过去的时候 不是虚电路了 就是我们现在通话 基本上是分组了 那就是说我们建立这床电路之后 我们其他的分组 就我给大家发块地一样 我们把这个箱子包了 就是有连接的 那么我们以后再往里边 放东西的时候 什么都不用写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块件 就每一个分组 只要把它扔你就可以 当然你携带什么 虚电路号